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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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幼教工作 差不多25 我在画画的过程中我是很开心 当初我是想说要 要学绘本 但是我也觉得说 我可以 再从基础设计开始 那我是觉得 王老师 他很有东西 虽然很年轻 在课堂上有任何的问题 他都会 在我旁边 跟我讲解 像电脑 Photoshop 在我们的经验 大家也很有耐心的 这个就是用 我画出来的 感觉很开心 就是我学到 不会去接触的这一块 现在想要考国外的研究 所以就是在 努力的冲刺当中 这边上课很放松 很舒压 就是好像受到抵霧 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反而在 压力越大的情况下 越做不出来东西 对 但是来到这边的话 尤其是最后几堂课 我就觉得 欸好像 其实不用到说 计划得很 周详 周详 可能就是大笔 然后画画 其实就可以画出 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蛮 就是在对创作人来说 它是蛮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课 我觉得是一个 轻松 然后可以 让自己的想法 比较 因为像其他一国上的课 他比较需要有 一个尸体课行的行动 但是像这个 就是 比较像是 可以添麻行动 对 那这整个课程下来 我是觉得说 老师他有一个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的一个 课程 来带我 从一个基础 然后一直到渐进 然后到 电脑 会计这一块 然后到最后 觉得很开心 上这12堂课 上这12堂课 对 画的是就是你一到 教师就是 马上要开始画 可是这里就不一样 可以就是慢慢找练一样 慢慢找时间 实际上可以问老师 我们之前画室都是 就是 一堂课 画一张图 然后就是 指定的一张图 然后这里的话 有很多单元都是 呃 你想画什么 就画什么 然后就是 可以比较自由发挥 然后用的媒体也很多 嗯 现在就是 我现在充电的这个 刚才会比例 因为之前 也有做过这次自找 但没有一次做这么多的 就是 越有灵感 才画得出来 嗯 然后也不知道 充电越画 会越怎么样 但就是画就这样 然后就会变成 就是蛮 意料之外的程度 就蛮好看的 对 我很喜欢这张画 我就觉得 好像手会的 它有那种温度 温度感 很喜欢 嗯 对 然后这个也是 因为也是 尝试不一样的美台 比较客人在客人 然后也不只是 那种进屋画 然后我觉得它 好像我会在这幅画 也不予它一点意义的 这种感觉 是 我会是 一百年 我会在那些 操作人评论 就是 detailed 你